坐在電腦桌前 一會打報告 一會整理資料 才一上班就忙得不停 你打到剛剛的資料 你要的資料 這是什麼時候 我們開的那個記者會 2017年 在公司裡 擔任秘書的許小姐 即便工作已經12年了 每天仍然兢兢业业 為的就是希望 退休後的生活 能更加安穩 但現在 勞保財務連年虧損 讓他對於勞保保障 打上問號 其實沒有信心 因為從以前 就一直繳繳十幾年 到現在 會感覺有點血本無歸 然後又擔心小孩以後 可能也領不到 根據勞保局公布的資料顯示 光是2022年 勞保普通事故保險收入 有4428億元 但支出高達4814億元 收支缺口來到386億 是勞保連續第六年 入不敷出 逆差金額僅次於 2020年的487億元 而整體勞保保費幾幅差額 更加驚人 像2022年跟2023年 預估大概這個勞保的 這個 入不敷出的缺口 大概就高達了800億之上 那到了2024年 其實到了2025年的時候 會成長到每一年1300億 確實如果我們 以過去的精神的報告 大概我們的這個基金 建底的時間大概在2027 2008之間 勞保基金餘額有可能在五年內建底 破產年限持續的逼近 就怕基金水位下降 讓勞工心慌慌 爆發擠兌潮 進一步造成財政惡化 金額一直往下降的時候 那勞工開始會擔心 尤其是那些已經在領的人 或者是已經符合資格 但還沒來領的這些勞工 他會怕我會領不到錢 那這時候就會產生擠兌的效應 那當勞工來領這種產生擠兌的時候 那會讓這個財務缺口 更加馬上惡化 因為要領人就很多了嘛 那可能就惡化 所以這種就所謂立即危機了 但除了短期風險 更令人擔心的是 有學者參考最新勞保金算報告指出 2022年底 勞保的錢藏負債已經突破12兆 那如果剛才所講的 因為我們的費率太低了 所以繳的錢一定是不夠 不夠的話 情況底下就會有一個 潛藏債務在那地方 那這個潛藏債務就是一個長期危機 我們的勞保其實除了給付老年的年金之外 他其實還有一些其他的給付 那這些也都還是會就是要支出的錢 所以不夠的時候 他就會變成是那我只好先去跟別人借錢 2021年底時 勞保潛藏負債高達10.82兆元 比起2020年的10.29兆元 多了大約5300億元 數字快速增加令人折舌 到底為什麼勞保財務會不斷惡化 缺口又是如何擴大的 第一個就是 腳錢的人越來越少 然後領錢的人越來越多 那因為隨著整個少子化 還有高齡化的這樣子的一個社會人口結構的 這樣發展 這個其實是一個非常嚴峻的一個挑戰 領多腳少成了壓垮落頭的稻草之一 因為在2013年 勞保老年年金清理人數只有49.7萬人 但是去年底清理人數飆升到將近160萬人 是10年前的3.2倍 但投保人數在過去10年只增加68.4萬人 總共是1043萬人 再加上平均投保年資跟薪資增加 使得入不敷出的狀況越來越嚴重 其實你如果調高投保的急劇的話 就是相對來說 就是他要投進去的錢其實也會變多 那當然一定程度上就是他之後領到的錢 也會相對的比較多 因為他有一個天花板嘛 投保的天花板 所以在這個門檻之上的這些勞工 就是他其實沒有辦法再往上投保 所以他能夠領到的其實至多就是這樣 除此之外 老年年金清理的年齡逐年提高 但10年來 平均清理年齡確實下降緩慢 顯示出不少人提前勤零減額年金 也讓勞保基金的財務越來越吃緊 雖然政府掛保證 勞保絕對不會倒 行政院長陳建仁日前更宣布 明年政府將編列1000億元的預算 去撥補勞保基金 如果歲計有多餘稅收的話 不排除往上加碼 不過光靠撥補 真的就可以彌補缺口嗎 未來的財政缺口越來越大 從現在的可能800多億 然後上升到1300億 再上升到1500億 甚至到2027年 2028年會逼近2000億 這個每一年的財政缺口就這麼大 其實政府哪有每一年 有上千億的預算 可以去撥補財政的缺口 所以單靠政府來撥補 其實絕對是不夠的 攤開記錄來看 政府從2020年開始 每年擴大撥補 從200億元 220億元到300億元 2023年更擴大金額到450億元 到目前為止總共撥補約1470億 但對於前藏負債12兆來說 似乎是杯水車薪 學者就建議除了持續的撥補之外 還有另外開源 才不會排擠到其他現有預算 你可能要有個特定財源 那提高台灣的營業稅 是一個可行的方式 因為台灣目前的營業稅率只有5% 相對來講是比較低的 那是有可以調漲的空間 那譬如我把它調高到7% 那7%多出了這2% 我們可以用來撥撥勞保年金 而在另闢裁員之後還要截留 因此未來年金改革的方向 勢必走向較多零少 要大家去討論的是說 這改革的成本要怎麼去分攤 是分攤都給壓在年輕人 年輕世代呢 還是老的世代也一起來分攤 比如說我已經領的人 那未來年金領 我們當然不會給你要回來 但是未來你要領的 是不是要少一點 第一個一定是從這個 頭保的年資 可能從原本的這個算 這個平均的年資從現在的60個月 可能延長到未來的180個月 或者是那個費率的計算 從現行的可能1.55% 然後可能往下打 可能打個8折 打個7折等等 但是誰要找多 誰要領少 也成為未來討論的重點 不過學者建議 勞保改革的成本 最好避免落在低薪勞 和年輕人的身上 低鎖的人未來領的比較少 還是讓高鎖的人領的比較少 那我一直覺得高鎖的人 如果從一個社會保險的 這樣的一個立法精神來講的話 我們應該讓改革的成本 多一點讓高所得的勞工 以及比較大型的企業 不分攤多一點 我覺得是比較合理的 甚至就連退休的年齡 也可能要做出調整 以時間換取空間 它的重點就是在於就是說 你要讓可以勤領的時間往後 因為剛剛講的嘛 就是如果你是月退的話 你其實每個月都會領 那你開始勤領的這個時間往後 就是它是一個就是拖延戰術 即便如此 也只能讓勞保破產大線往後延 唯有改革才能扭轉劣勢 讓民眾重拾對勞保的信心 政府需要好好思考並把握時間 才能將年金危機成功的化為轉型 參與自由參與 movement 選擇下延戰術 既存在活動 考慮詞